手撑地,腿悬空,秀出衣子马,许多年轻人都做不到的瑜伽体饰,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的84岁退秀教师莫斯法,轻松就可完成。 在清几色女学员的瑜伽馆里,个子不高,剃光头发,眉毛花白的莫斯法是唯一一名男性,也是年纪最大的学员。 伴随着音乐,莫斯法和他的同学踩着节拍,做出瑜伽的各种体饰。 流畅程度,完成度,不输年轻学员。 每周一到周五,他都会到瑜伽馆上一个小时的瑜伽课,至今已有五年。 在五年前,莫斯法第一次听说瑜伽,还是从儿子那儿听来的。 那我儿子呢,他呢,也想学,他也买了垫子,你买了,最后还帮我买了垫子。 后来他自己呢,就不来了,我就坚持下来了。 彼时79岁的他到瑜伽馆找教练时,教练二话没说就收了,每天都腾出一个小时,免费对其进行一对一指导。 经过一个月的练习,教练开始征求学员意见,能否让莫斯法加入。 有部分学员认为班里都是女性,来一个男学员有点不方便,但大多数人同意,他才得以进入大班教学。 1999年从高中数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后,莫斯法也曾跟随儿女到海内外各地旅游,但他总还是觉得这不是生活的主流。 常常的退休生活不知道如何打发。 在练习瑜伽之前,莫斯法的退休生活几乎都被钓鱼占据。 每天吃过早餐,他就带着午饭和鱼竿到水库钓鱼,一钓就是一天。 退休又不知道做什么,我们就去钓鱼了。 钓鱼钓了几年的鱼了,好了钓鱼也上瘾,也蛮好的。 后来来到这里练郁佳以后我就很少去了,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两年都没有去钓鱼了,就一心就想练郁佳了。 每天就是想瑜伽的问题了。 在最初练习瑜伽时,莫斯法因腿脚不灵活,练习一个动作从生疏到熟练,往往需要比别人更多的时间。 下一字马,莫斯法花了大概三个月才赶下。 在练习一年多后,莫斯法觉得自己小有成果,专门托人帮他拍摄了一本纪念册。 一百多张照片定格了莫斯法完成的不同瑜伽体式。 他还制作了电子相册发到朋友圈,获得很多点赞。 现在,莫斯法最大的感受是身轻如燕,整个人感觉灵活很多。 学了以后,一生就轻松了。 学脉各方面比较通了。 莫斯法的教练李平认为,瑜伽老少嫌疑,不分男女,不仅需要柔认,也需要力量。 好多瑜伽大师都是男性,对莫斯法的学习成果也是赞许有加。 莫斯法也尽自己最大能力做到最好。 和我在一起练的,他们说也有收获。 进来以后我很珍惜这个机会,我尽量好好的学。 我会认为,瑜伽老少嫌疑,不分男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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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